登河北城楼座 王伟 景义复言上 客厅云雾间 高城跳落日 吉普应苍山 暗火孤舟宿 瑜伽西鸟环 寄聊天地幕 新宇广川弦 住室 河北 县明 唐鼠陕州 天宝元年 742 改名平路 至所在金山西省平路县 景义 人家 居民的房子院落 复言 山延明 地势险峻 一城附险 传说商代贤臣附说 未事前曾板著于此 借多 这首诗 是诗人王伟游至河北 金山西平路 诗创作的一首感怀诗 描绘了诗人灯城楼 远眺所见的景色 以及由此产生的心境变化 全诗意境开阔 情感细腻 体现了王伟诗歌 诗中有话的特色 以及他独特的禅艺美学 逐句分析 依景义复岩上 客厅云雾间 景义指城镇 村落 复岩指山岩 首句点名登临地点 城楼建在高高的山岩之上 客厅则隐没在云雾缭绕之中 开边即营造出一种高远 幽深的气氛 二高城跳落日 吉普应苍山 跳指远望 吉普指水流尽头的地方 诗人站在高高的城楼上 远望落日于灰 视野开阔 远处水天相接的地方 苍翠的山影倒映在水中 展现出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卷 三岸火孤舟宿 渝家吸鸟环 岸火指岸边的渝火 宿指住宿 这里指停泊 环指返回 近处岸边 渝船停泊 渝火点点 傍晚时分 渝民驾着小船 伴着龟巢的鸟 一同返家 这两句描写了傍晚时分宁静 祥和的渝家生活场景 充满了生活气息 四季聊天地幕 心于广川弦 广川 直广阔的河聊 前两句描写的是客观景物 后两句则转向主观感受 天色渐渐暗下来 天地间一片寂静 诗人的心境也变得宁静 空阔仿佛于广阔的河流融为一体 达到了物我两望的境界 景义复言上 客庭云雾间 高城跳落日 吉普应苍山 暗火孤舟素 渝家西鸟环 寂寥天地幕 心于广川弦